系國中林佳樂同學 來自系國中林佳樂同學 從小面臨上腹之痛 克服悲傷奮發向上 2022年榮獲總統教育獎 在國中求學階段成績優異 榮獲市長菁英獎 我其實是經過了很多 八點檔的狗血劇 就是爸爸過世 然後很多事情都沒有照著 自己想要的方向走 通常教過我的都知道我的故事 就是每個都給我鼓勵 然後說自己可以成為一個很棒的人 我們都對他對我自己有信心 未來遇到什麼 照著自己的信念去做事 帶著大家對你的期待繼續往前 同樣是新一國中 證明您同學參加各項競賽 曾經拿下全國動畫組第二名表現突出 蠻感謝老師就是一開始就有找我 然後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參賽 那其實後來發現訓練 國中會比國小還要多很多 還要更麻煩複雜一點 但是蠻開心的就是最後也有得獎 接下來是熊佩柔同學 而人愛國小舞蹈班熊佩柔同學 在家長和老師的支持下 在舞蹈競賽中成績亮眼 在比賽的過程中 是爸爸媽媽非常的支持我 讓我能獲得這次的好成績 進到人愛國小之後啊 他們課後班就是有多元的發展 那他也是從就是從提琴啊 到最後就是喜歡上舞蹈這樣子 所以就是很支持他 朝這邊這條路上這樣一直走下去 那他對自己的計畫就是未來的計畫 也都很有就是很有規劃這樣子 那清英獎在舞蹈班裡面 除了學科的努力還有術科的並進 那佩柔是我們這一次學校推展 多元展能計畫獎學金最成功的例子 那因為有佩柔的努力 然後對舞蹈的執著 然後為學校為我們基隆 基隆士爭光 獲得了個人全國賽的兩座冠軍回來 所以呢有佩柔學姐的鼓勵 那接下來的學妹呢 都以佩柔為目標 基隆獎頒獎典禮在文化中心盛大舉行 市長謝國良 副市長邱佩玲 一一頒獎給312名畢業生 除了獻上得獎祝福 謝國良承諾市府會努力提供 孩子優質的學習和遊樂空間 明年研議成立0到12歲 兒童事務專責機構 除了孩子的就學以外 除了孩子的玩樂以外 那國良也思考在明年 會成立兒童的專職機構 所謂兒童的定義 大概就0到12歲 那我希望能夠對孩子們 在我心目中的孩子 像小愛今年也是幼稚園要畢業 就在9月他也要進入小學了 真的時間過得很快 不知道在座的家長有沒有像我一樣這種感覺 一定有 真的時間過得非常快 轉眼間孩子就又要慢入下一個階段 那我們會隨時的鞭策自己 不管成立的是兒童事務處還是兒童局 我們都會用在座的各位的家長愛孩子這樣子的精神 我們去思考在城市如何讓孩子們冬天有地方可以休閒遊玩 半夜生病了如何可以快速迅速的透過醫療系統了解到孩子可能的症狀跟如何就醫迅速的得到照顧 並且在各級學校中在所有的教育制度裡面我們要做到拔肩扶弱 這句話我們劉處長曾經提到希望都能夠讓孩子們有適合他們發展的一個環境 那相信你們在各位家長你們的孩子在你們的各級學校是最優秀的 進入了下一個階段就是一個新的挑戰 那我們不管在哪一個挑戰希望大家都全力以赴 為了讓家長及獲獎學生留下紀念 盛府也特別租借了美顏拍照機等多款的拍照道具 讓每位與會者都能夠自行拍照留念留下難得回憶 記者黃燒民基隆報道